車流量蠻大的 因為早上是上班時間 然後我就在等待左轉 我要準備下地下室 然後終於就等到一台車 因為剛好那邊也有畫那個網線嘛 就是不能停 所以剛好有一台車就離讓我 它就停下來了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表示我可以過了 因為我這邊也是綠燈嘛 所以我就理所當然的就往左轉 就好像就來不及反應 然後就聽到蹦的聲音 然後就看到一步好像撞到人 當時她是嚇到 受到很大的驚嚇 然後就馬上下去看那些女騎士的狀況 對 那當下有受到很大的驚嚇嗎 非常大 因為可能要逼自己要在一個狀態 所以馬上就去拍戲 化妝化完之後馬上去拍戲 其實拍戲的當下沒有特別的感覺 可是一拍完就覺得有鬆軟到 有一點腿軟 然後就開始頭暈不舒服 手腳發麻的狀態 那醫生診斷有時候你的狀況還是怎樣 就照S1 然後她說有給我一顆藥 讓我可以舒服 鎮定 鎮定劑 鎮定劑 然後有稍微的輕微的胸挫傷 車流量蠻大的 有點早上是上班時間 然後我就在等待左轉 我要準備下地下室 對 然後終於就等到一台車 因為剛好那邊也有畫那個網線嘛 就是不能停 所以剛好有一台車就離讓我 它就停下來了 然後我就想說 喔那 那就表示我可以過了 因為我這邊也是綠燈嘛 所以我就理所當然的就往左轉 就 沒想到就 來不及反應 就聽到 蹦的聲音 這樣 然後就看到 就看到一波好像撞到人 當然她是嚇到 受到很大的驚嚇 然後就馬上下去 看那些女騎士的狀況 那女騎士的狀況大概是怎樣 她當下蠻冷靜的 然後是坐在地上 對 然後她就開始擦 然後她就說等一下這樣 然後她就再看這些小朋友 然後 那個管理員 保全人員 就馬上我靠近 就說 我們幫你叫救護車跟警車 對 就馬上做了及時的處理 所以當下你是要去拍戲嗎 對拍戲 給大家找 對 有關目到行程嗎 是 我提早到 因為剛好也是八點的通告 然後因為 我車程通常平常是 不塞車的話要二十分鐘到半小時 半小時左右 那因為是上班時間 所以我是提早一個小時出門 所以我到了 打公司的時間 是七點四十分左右 對 所以其實是沒有 反而沒有 沒有延遲到後面的行程 所以就公司還是建議我說 那你就還是去給醫生 稍微看一下 比較好 然後因為我也想要知道 那個女騎士的狀況怎麼樣 但目前都還沒有時間跟他聯絡 因為我才剛從棚裡出來 對 然後因為他們也在等 等待我做筆錄 所以等筆錄一做完 我就會馬上聯合那個女騎士 不知道他後續的狀況 因為我知道 然後當下可能都還在緊繃的狀態 那真正的不舒服感 可能是兩天三天後 對啊 所以我比較想要 知道他的後續狀況 那等一下 不然比如你自己要去醫院 然後看醫生 我已經看完了 中間就剛好 外景結束 就一個小空檔 對 其實就 當下其實沒有一點 蠻不舒服 所以公司就說 那你趕快先去 劇組的時候 你趕快先去看醫生 那醫生診斷有說 你的狀況還是怎樣 就照X光 然後他說 他說 有給我一顆 一顆藥 讓我可以 舒服 暫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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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有稍微的 輕微的胸挫傷